回到台湾带您看温馨的故事 这是有一位24岁的阿诚 他因为罹患了脑性麻痹 始终没有办法去工作 妈妈很担心 阿诚的将来到底该怎么办 于是就委托慈济之工 帮忙训练他独立 一段时间下来 已经有不错的成果 和同学一起专心学做饼干 他是24岁的慈济照顾户阿诚 从小患有脑性麻痹 无法工作 直到去年12月 慈济补助学费 才开始学习一技之长 我的出发点就是很单纯 我想帮忙他能够独立 24岁还可以去再学习吗 阿诚的父亲因为重度身心障碍 家中的经济重担 从小就是母亲一肩扛起 2011年志工走入他们家关怀 也鼓励阿诚借由做环保 多与人群接触 我们看到他有时候那时候还会流口水 慢慢慢慢点点滴滴地教他 志工李春美把阿诚当成自己的孩子 悉心教导 如今阿诚不用别人陪伴 也能独自到环保站做回收 和志工互动三年多来 阿诚的表达能力已有长足进步 孝顺的他还懂得帮母亲分担家务 阿诚的体贴让独立赚钱养家的母亲觉得好握心 如今他也放下信中大使 只希望阿诚在完成职业培训课程后 能踏实走好往后生活的每一步 你都要用心 我们要把我们刀三天 我竟然不能放下 这个程度是改变自己 以后我都能照顾自己 《达爱新闻》《珍善美之功》台北报导